欢迎各位观众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台湾大头条 日盛生要解决美和事案 想要找柯P私底下来瞧 这有办法吗 先来看关键这一秒 以快木来讲在2000公尺高的海拔 漂流下来的话 早就体无完肤 而且早就肢力破碎 怎么可能还这么完整 外皮这么好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要继续视而不见吗 礼物局还要继续坚持 只是漂流木而已吗 假如说你有先通知的话 我自己就决定哪时候来 我自己就会拆了 你都没有通知 临时通知我 五天就要拆 就没问题过分 好 先来看意外消息 在屏东沿浦发生了一个 非常离奇的死亡车祸 两个少女共起了一辆机车 疑似是车速过快 又遇上了弯道 结果连人带车就栽进了 桥墩底下的排水沟 由于这个水沟只有70公分宽 非常的狭窄 紧销把人给拉出来之后 一名少女还是宣告不至 母亲错气认识 而一手抚养少女 长大的阿嬷更加舍不得 那么因为这个车户地点 路灯很少 弯道的水沟 又没有加盖跟护设栏 那么公务单位是不是有舒适 现在母亲要查清楚 替女儿讨公道 我最喜欢的外套 痛失爱女 不敢相信母女的缘分 只有短短14年 而更伤心的莫过于 一手把孙女带大的阿嬷 白法人送黑法人的追星刺痛 难以言语 阿嬷拿着孙女的制服 好舍不得啊 让阿嬷这么揪心的 就是照片中的 这位廖姓少女 和国小同窗 两位好姐妹 都长得眉清目秀 29号深夜 廖姓少女跟阿嬷说 她要骑脚踏车出门 结果是换了机车 互相搭载 要去跟男网友 解一千块 而这一去 竟成了一场死结 这里就是屏东 严谱的车祸现场 两名少女摔车卡载钩 有多窄 宽七十公分 身六十公分 连就让人员 都得屈身钻进去 为了救人 还调派怪手 和大型机具开挖 花了一个多小时 把两人救出来 不幸的是 一人宣告不治 一人重伤住院 为了跟男网友 借一千块 既然是这样 惨痛的代价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身上有没有钱 我说没有 然后我说 那我要去联络了 警方到场调查 白天看得更清楚 和马路比较起来 排水沟狭窄 一辆机车要放进去 显然空间很窘迫 而两名少女摔沟以后 还先滑行二十公尺 最后连人带车 卡在桥墩下的水沟 连警方也觉得离奇 事实上这处路段 路灯少之又少 现场又是一处弯道 排水沟没有加盖 路旁也没有加设护栏 当地民众说车祸平传 花样年华的少女丧命 尽管警方查出是无照驾驶 不过公务单位有没有疏失 似着母亲扬言要追查到底 为女儿讨公道 三日新闻 周立轩张晃 明天据打SNG小组 屏东报道 另外针对日本辐射产品 输入台湾 引发民众恐慌 民进党立委刘建国 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石药署 有一位科兴助理研究员 曾经在这个月的4号到19号 提出签诚 要求业者下架回收 而且销毁 但是他五次的签诚 都被上司给签退了 他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刘建国批评 政府根本是共犯帮凶 他呼吁司法应该介入调查 我们在这几天查核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觉到 这一个科兴研究助理研究员 已经在3月4号下午2点02分 经过调查之后 签出了签诚 这个签诚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注销案内产品输入许可 并要求业者下架回收及销毁 未来不得进口 等作业 依照 卫物部食药署的书审 其成了作业 他必须要经过科长的核准 再来再经过 他的主任的核决 这个过程里面 科兴助理研究员 总共签了六次签诚 总共签了六次签诚 然后这个签诚里面的内容 大同小异 也是要求他的上署 要尽快来采决 要求这些 黑心 我国禁止进口的 日本五线式的 辐射食品 要求他们要立即下架 查扣 但是这个签诚 从3月4号 下午2点02分 开始签 一直签到3月19号 总共签了六次签 全部通通 被他的上署长官退签 退签的理由不详 退签的理由没有正当性 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当天在卫环委员会 还执行过食药所书长 已经发掘了 甚至厂商 有所谓的自行退运 由我们国国禁止进口的 这些日本辅导的 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 为什么不在 第一个时间 立即要求 这些产品 在所有通路 或是厂家 或是卖场 来下架 好 这个问题我们会继续的追 另外来看 这是47岁的艺人沈玉玲 跟小17岁的老婆亚亚 结婚4年 今天顺利产下宝贝女儿了 沈玉玲也在脸书 铺上小baby的照片 开心分享喜悦 待你来听 宝宝出生的瞬间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 内心非常的感动 当时有点手忙脚乱 因为那个护士小姐很贴心 还提醒我说 你不拍照吗 对对对 所以赶忙拿起手机 因为都看呆了 那芽芽姐在那边 很辛苦的生产 对 在旁边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非常的心疼 但是必须要压抑内心的紧张 我想说尽量让她 那个释放压力 所以就不断的讲笑话给她听 总计在这个产程30分钟 大概讲了10个笑话 结果老婆没有笑 反倒是医生护士笑成一团 对因为老婆还是压力很大 那当然就尽量 老婆就紧握我的我的手 神域领 神域领夫妇是借由人工的力量 总算传出怀孕的好消息 后来她请接活动 上节目狂捞奶粉钱 老婆也挺着运渡甜蜜香水 他们请命理师 真为钟帮忙推算好时辰 原预计31号要剖腹的 但凌晨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羊水破裂 提早剖腹 今天顺利产下了3562克的女卑饼 而依然 男新美今年蛮50岁 初到30年来 她总是保养有道 不仅是身材曼妙 这一张脸也堪称是动灵了 最近被发现变美了吧 原来呢 她也很大方坦诚 说她的确进场维修 而且是做了八爪拉皮的拉皮手术 现在的她不仅是双颊线条更紧实 而且有着名副其实的瓜子脸 台上又撑又跳 即将迈入50岁 一人来金眉 一向保养有道 不只身材好 她更注重外表 最近就在节目中被发现 美貌再紧化 巴掌大的瓜子脸 还有明显尖下巴 就连脸部线条都变得紧实 跟过去出席活动时比一比 当时双颊有肉 看起来比较圆润 她坦言是在过完年后 在左右两边脸颊 动刀做了八爪拉皮 从这个耳朵的 缝缝的后面这边 开个小口 把这个具有爪钩的 这种具有柔软性的 一个提拉带 植入这个地方 原来蓝细梅的瓜子脸 幕后大工程 就靠着有着小小爪钩的固定钉 其实八爪拉皮手术 2008年引进台湾 疗程大约45分钟 虽然每次要新台币 15万起跳 但因为恢复期短 是近期许多爱美女性的新选择 一般的维持性 大概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它跟传统的大的拉皮来比的话 它是还算蛮微小的手术 那跟电波拉皮 或超音波拉皮来说的话 当然它是一个手术 但是相对 它也是具有明显力极的效果 既大方坦诚 动过鼻子和下巴 男性没第三度动刀 忍受疲漏之痛 靠整形回春 就希望能维持出道以来的动力美貌 三地新闻 文庄内地台北采访报导 再来看就是酒驾喝太猫了 转奥多拜 结果还把骑士给撵过三次 新北市一位45岁的雕姓男子 今天早上开着兵士车 行机五谷成胎路的时候 疑似呢 就是因为喝太醉了 而且还开车 他闯红灯违规左转 这么一左转呢 撞了两部机车 那么当时呢 就其中一部呢 就是被他撞了以后呢 躺在兵士车的左前方 那么肇事的驾驶 最到他就是没有办法分辨 这个脚刹 脚刹车没踩 手拉车没拉 于是呢 兵士车就这样子 撵过那个骑士三次 造成对方左大腿骨折 而另外一名 被撞上的这个骑士呢 在送一机前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白色兵士车突然冲出路口 两名机车骑士 刹车不骑撞了上去 人车全挤成一块 对方一名正姓骑士 倒在车子的左前方 没想到车子继续往前开 把他压了过去 驾驶发现不对劲 打开车门 脚刹车一放 又压了第二次 终于车门打开了 这次换手刹车没拉 把倒地的骑士 压了第三次 怎么会压到人 还不知道 原来是兵士车的驾驶 何忙了 开车撞人的就是他 45岁的雕姓男子 被移送的时候 低着头不发一语 原来他是一名导游 脸书上po了许多 各地景点的照片 还有带团自拍照 早上六点多 他出门开车上班 停在卢州城泰路 买完早餐 疑似喝门谎神 突然违规左转心五路 还一名正姓 以及李姓的机车骑士撞上他的车 车辆还压过正姓骑士三次 左大腿严重骨折 李姓骑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死亡的李姓骑士 平常活泼开朗 爱好户外活动 在脸书上po了许多出游照 他和另外一名正姓男子 是职业军人 两个人是好友兼同袍 没想到一起出门上班 却天人永隔 造势的雕姓男子 酒侧值0.31 变称只有在前一晚 喝了一小杯高粱 还是遭到警方移送法办 再多的辩解和后悔 也挽不回年轻生命 三熊刘比嘉莱志 SNG小组新美式报道 另外来看台北市长选战 都已经打完了 一直力挺科文者的前立委 郭正亮 他却说 在3月26号的时候 接到台北地方法院 寄来的民事庭的通知 谁告他呢 就是连胜文的父亲连战 对他来提起的 妨害民欲的侵权 告诉要求损害赔偿 那么虽然他们只求偿一块钱 但是要求这个道歉声明 要连续的刊登在各大报 还有各大电子报 一个月到两个月 不等的时间那么长 那么只是呢 大家就觉得很疑惑了 台北市长选战早已经落幕 已经过了将近四个月了 那么连家怎么突然 就这样大张旗鼓来 诉诸法律要反击呢 郭正亮就批评说 这真是可怜又可悲 对不起 那么也谢谢大家 台北市长选战落败 连胜文九十度鞠躬谢票 吞下踏进政坛第一次败选 至今将近四个月 不松口是否再战2016 倒是连胜文的父亲连战 有动作 因为离选举结束已经四个月 那连胜文也在1月16号 接青年发展基金会 人家也在努力东山再起 那我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针对连胜文 那结果是爸爸来告 实在非常的意外 非常可怜又可悲 就是说得失心为什么要这么重 郭正亮从不讳言自己 和柯文哲同一阵线 自曝选后将近四个月 遭连胜文的父亲连战 提起妨碍名誉之侵权告诉 包括在脸书上po文 没有连家的国民党 至少可以清廉一点点 又说如果一艘烂船 有三寸铁钉 那么大连舰队就是百足之虫 选战期间发表过的言论 遭连战翻旧账 求偿象征性一块钱 还有在平面及网络媒体道歉 郭正亮坚持全都有所本 不肯道歉 导师兔女郎风波 答案是门都没有呢 主要是柯文哲就美和事案 跟日圣生现在已经展开仲裁大阵 然后呢比照其他的开发案 私底下的会谈是一概都不准的 结果今天有消息传出来说 日圣生呢就委托一位 这位张姓牧师出面呢 要跟柯P来瞧事情 结果呢被柯文哲给一口回绝了 那么这位牧师呢 刚好就是美和事大楼里头的教堂牧师 我们也实际找到了牧师的妻子 他曾经说完全没这回事 那么针对这个传闻 日圣生则是还没有回应 虽然走出来就可以看到 捷运站不过住在美和事里头的人 想要上教会 其实就在大楼的六楼 这边有一栋美和堂 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日圣生董事长林荣显 会透过里头的一位张姓牧师 要跟柯市府建立沟通桥梁 替美和事案解套 日圣生派人瞧协商空间 柯市府秉持原则公开透明 直接打回票 不知是没听到还是不想回答 柯文哲不理会媒体提问 美和事案进入仲裁阶段 柯文哲口风变景 外传出面桥时间的神秘牧师 平常就在王雪红资助成立的 美和堂步道 答案呼之欲出 教会张姓牧师 唯一就是他张茂松 是新店行道会主任牧师 脸书自封不老顽童 曾经也上过新闻版面 早餐会上针对年轻人就业问题 当场向马总统敬言 日圣生打算 透过宗教人士打通关 吃了闭门羹 他们是在说他 可是我们完全没 市府的人也有告诉我们 说对不起 因为这个传的完全是错误的报道 柯市长的意思很明确 是他不接受 就是任何跟私下请托有关的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走大门 然后走大路 你就是寻正常的管道来就对了 根据了解日圣生 曾经多次派不同的人 向市府表达私下谈 但都被打枪 无论谁来 总归一句 没得商量 三线问题上的许昆美 新北市参谋导 好 我想要走后门 请人来瞧没得谈 但是呢 如何来对抗日圣生呢 那么柯市府团队 正在进行仲裁 因为马好前朝所留下的合约 是一种让步之后的行政程序合法 让他们的仲裁呢 可能是会不利于台北市政府的 那怎么办呢 好了 柯P呢就有方法咯 他打算呢要用日圣生的第二大开发案 也就是这个南港机场案 来相互的制衡 因为呢 如果这个案子 因为它从05年获得开发权到现在 日圣生都还没有取得建造 如果这个呢解约的话 日圣生可是有这个 会损失150亿哦 因为这个总销售额达到了150亿 所以呢柯市府决定着手来进行 权益分配后的调整 那么也就是呢要用南港机场案呢 来牵制美和事案 希望用这个方式可以逼日圣生 既不让步 他那个美和事案那个现在还76亿啊 他跟我们告啊 我说他还告啊 我看他钱乖乖掏出来吧 国安不是喊假的 但要日圣生吐出76亿 谈何容易 柯文哲打算另辟蹊径 从日圣生其他连开案下手 这一大片六万多坪基地 也是日圣生的第二大开发案 南港机场连开案 一旦销售完成呢 将有150亿的销售金额 也被市府视为筹码之一 拥有南港机场开发权的日圣生 一旦完工后 经济效益高达150亿 成为柯市府团队 逼合日圣生的最佳利器 在3月19号的专案报告会议中 市府五人小组洪志坤 秘书长苏丽琼 副市长邓家基 和捷运局法务局 希望一战逼合 就权益分配下手 争取更大利益 总评数六万一千坪的南港机场 原合约订定 市府和日圣生各拿47% 和52%的评数比例 市府拥有526户 但这样还不够 柯文哲想要调整 作为每户15坪 2400户的公共宅 否则就要日圣生退还76亿 更可能解约南港机场 廉政委员更加码揭发 南港机场还有把柄 你原本当时得到这个标的时候 保证金是把精湛的保证金 还有纽约保证金 还有美额式的保证金 放在一起啊 那这样对市政府不公平啊 我们到最后拿不到42% 透过产品交换 日圣生来讲 他就是标到一个经营权 然后卡在那边 但是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损失 放弃 他其实不会造成 什么太大的损失 虽然日圣生弱点 北市府频频出招 但也有人忧心 南港机场作为智轴 效力不够 市府得再继续挖 比日圣生做最后让步 三连新闻李正道 我亚琴台北报道 至于内湖漂流木 营营真相大白了吗 好了 林务局呢 今天召开记者会证实说 这一批木材 的的确确就是漂流木 好在这个立委 包括这个质询之下呢 也这样说说三月十二三月十四三月二十六呢 三次的鉴定都是漂流木 真是如此吗 他们就说呢 哎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呢 三个点 他们就认为说呢 这个因为呢 又富有泥沙啊 树皮有撕裂啊 然后断面又不平整 所以呢就是漂流木 可是呢 议员高嘉宇就提出质疑了 说这一批木材呢 明明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切痕 树皮也没有严重的破损 那么上头也看不到什么泥 这个淤泥等等啊 好那为什么 这个官员呢 就是要讲说 他这漂流木是在为自己护航吗 立委高志明更是炮轰了 说林务局根本就是最大的山老鼠 林务局三月十二号 三月十四号 三月二十六号 做出的鉴定报告 都是漂流木 争议多时的山老鼠案 林务局证实就是漂流木 真的定案了吗 立委高志鹏率先开炮 林务局就是最大的山老鼠 有些山老鼠他会先向中一些珍贵的 这些好的树种 有台风了 要大雨了 就先去要凑凑了 要等到不等 可能再加工一下 让它断了以后就让它 在那个山沟里面 然后顺着水 稍微漂流一下 我想这个 那主委是什么 主委是老鼠王 立委更质疑通行非自然的漂流木 林务局孔勇放任了嫌疑 而当初揭发弊案的议员高嘉瑜 更强调照片中这批木材明显有切痕 树皮没有严重破损 上头也看不到淤泥痕迹 怎么会是漂流木 外皮这么完整 这么好的块木 绝对不可能是真的漂流木 就算是漂流木 也只是短暂的漂流 或是被漂流这样的状况 否则以块木来讲 在2000公尺高的海拔 这个层层的这个漂流下来的话 早就体无完肤 而且早就支离破碎 高嘉瑜更怀疑 鉴定的木材并非同一批 恐怕经过吊包 而且苏中府手上这份 河川局的漂流木 合法检实公文 又怎么和这批木材 画上等号 诸多疑点还没有厘清 林务局就急着还自己清白 这样的做法 也难怪山老鼠 或是树蟑螂 会越来越横行 三十位台平从头报道 好官员都不认可以想象 但是这里头要追的 就是有没有官商勾结了 尤其内湖区公所 为什么要花工厂 去帮私人开马路呢 好之前在那边查 就发现除了运送 这样的一个珍贵的木桶 要下山之外 也被发现 就是除了曾经参与 这个道路开辟会刊的地主 玉宝开发建设公司的 董事长廖绍红 还有新中交通公司的 负责人陈春信 他们也都是地主 好了这么多的地主 然后奇怪了 都跟开发有关 都跟建设有关 因此议员就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呢 疑似就是要取得土地之后 想要既有这样的路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开发豪华农舍的呢 只是因为卡在路没有开通嘛 好议员质疑说 开路的原因 是在帮建商开方便这门 一条道路直通内湖保护区 内湖区公所 打开方便门 获利的人 就是私地主 现在所要开的这条路的沿线呢 会经过几个 跟这个案件比较有相关的 往里面开进来呢 这就是这个 预保开发建设 董事长廖绍红的土地 就在这里 那另外呢 这是另外一位 陈春庆 也是桃园来的 也是交通运输公司的 一个董事长 所买的土地 议员高嘉瑜点名的地主 就是这两个人 廖绍红 预保建设董事长 持有内湖区大湖段 一小段45地号 紧离一旁的45之一地号 土地所有人 是新中交通公司负责人 陈春庆 若是这条道路真的被开通了 荒地就能开发农舍 土地驾驶 有机会至少翻三倍 市价破千万 是当我们当初 可能就已经瞄准了这块地 要来开发并且获取利益 因为这里原本是保护区 原本是林地 根本就是不能开发的 后来好像交通部分 比较没有那么热络的时候 就好像就不知道了 以前是做得很大 但是后面就比较没有 来到新中交通公司的登记地址 陈春庆的家人非常低调 说公司已经不在这 对于土地持有 统统推说不知情 内湖区公所会刊 帮忙开路 建设公司 交通公司 入主保护区土地 种种巧合串联 一条违法道路 争议不断延烧 在立新闻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前 大刀霍斧的开闸 那些违建 总共三个院内 226户的违章建筑 全售拆光光 好了 这可是让旁边的新北市 压力好大 现在他们拆违建 也是毫不手软 出现了所谓 五天最速建 也就是从通知 到给你拆掉 就只有五天而已 于是就有房客抱怨说 这样根本来不及找房子 太夸张等等 但是新北市拆除大队就说 只有那种恶性的违建 就是那种什么拆了又盖 或者是旅券不听的 才会只给他五天的时间 所以一般来说 是会给七天的缓冲期的 不过拆除大队 他们也坦诚 自从台北市 在那边大战上的拆违建 使得他们压力特别大 因为长官有交代 人家的优点 要好好地学习 有人吗 敲门没人硬 但抬头看 顶楼夹盖 一层再一层 抽风机还在转 一楼堆床垫 看得出来是刚刚拆 有人吗 新北市毛起来拆违建 却有民众爆料 25号才接到拆除通知 30号就要拆 缓冲期只有五天 电表数一数 一栋楼少说七八户 房客听了都傻眼 就怕拆了盖 像狗皮膏药除不完 毕竟新北市违建 多达18万户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声令下 三个月内 226户自行拆除 新北市回应 朱市长默默做 平均一天拆41户 三个月是2706户 北都在夯这个 拆违建的议题 那你们的那个拆除时间 有因此压力比较大吗 有 长官也会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 别人一些更好的做法 然后做得更好这样子 拆除名单一长串 每天照表操客 拆违建双北PK赛 出现五天最速建 是否合理考验租客的 应变能力 三地新闻和原范新宇 新北市怎么到 来看去照个S光 然后就被性骚扰了 这一位就是去年 五月北节商人事件 发生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冲进车厢 为商者止血的美女教师 杨乔因 那么日前他因为车祸 凶很痛 就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中心院区去挂急诊 没想到男放设施 没有依照SOP的标准 请他到更衣室去换衣服 直接就让他在S光室里头 脱掉胸罩 而且是站在这个美女的背后 也让他直接这样脱 还问说 我们又需要帮你这个什么忙呢 然后又在他的胸前 这样子比划来比划去 他当然就觉得呢 是备受骚扰了 好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深感被冒犯 所以打算提高 他是直接这样子 就是手就伸过来说 我们要照这边 这边 我们要照这一块 胸前比划 放射师碰触到的地方 26岁杨乔因控诉 照X光过程 让他感觉被骚扰 换内衣的时候 我是背对的他 我背对的他 然后我就是在脱内衣 那有就是脱的 之后就刚好卡到了 然后我就 咦 卡到了 然后我就听到 后面有个声音说 需要我帮忙吗 他怎么会知道 我刚好需要帮忙 那已经是 就是一直在看我 3月14号凌晨 杨乔因因为车祸凶痛 到北市联合医院中心院区 挂急诊 约方帮他安排 照胸部X光 现场只留下一名 二十几岁的放射师 X光师就问我说 就是要不要 就是要不要在里面换 还是在外面换都可以 就换衣服 那我是说 我想说就是 就是把内衣拉出来 我就想说 那就在里面换 没有关系 可是他就是站在门旁边 然后那个门是开着 然后我当下都觉得 好奇怪 他怎么没有回避 我就转身 想说怪怪的 当下跟护理阵反映 院方承认 SOP流程有疏失 因为一般来说 一定会请患者到更衣室 更换贴身衣物 杨乔因事后报警 控告放射师 强制猥胁 一头红色长发的杨乔因 外形很亮眼 很多观众对他不陌生 去年5月 北街发生杀人案 杨乔因当时就在捷御内 勇敢抢救伤患 被封为天使 目前在补习班教英文 还兼拆接活动主持 选美比赛当中 也有他的身影 如今就诊 疑似被骚扰 越方回应 放射师作业疏失 将列入平时考核记录 除了送信评会调查 目前也由警方 研绊当中 三星问题下车许慧美 新北市场舞蹈 好 同样的捷运 不同的经验 来看的 这位被称为吊带哥的 超级粉丝 在台北捷运车厢里头 完全不怕旁人的眼光 他很大方的唱着跳着 蔡依林跟 安时奈美会合唱的歌曲 那么使得北街车厢 好像在开演唱会一样 看你来看 扭腰摆脱 悔然忘我 大跳天后 蔡依林的 I'm not yours 这位吊带哥 还大方唱现场 把台北捷运车厢 完全变成个人演唱会 I don't want to be mine I love you 连甩头都来了 吊带哥跳得超起劲 但其实这时候 是早上八点多 上班尖峰时间 也看越来越多人 陆续上车 吊带哥还会走位 继续跳 也太陶醉 那就来PK一下吧 吊带哥 蔡依林 到底像不像 I want to lose my mind I don't want to be your girl I want to lose my mind I don't want to be your girl 动作到不到位 大家就自己打分数吧 只是大辣辣在捷运里 热歌近舞 没在怕 把车厢当舞台 吊带哥骨子里 应该也是有一股 唱跳魂 三星文亮 这张线听不到 另外现在什么都要走 混搭风吗 你以为吃披萨 只能够吃主厨 选好的配料吗 有业者就看准 民众喜欢尝鲜 推翻传统披萨店的做法 提供有60多种的配料 让消费者自己选择 你喜欢酱料 加什么样的配料 通通可以自己选 不过民众 选出来的混搭口味 真的是千奇百怪 饼皮在烤箱里 慢慢膨胀 满满起司在上头跳舞 四分钟 披萨就能上桌 然后这里的自选披萨和菜单 你没听错 就是自选披萨 铺满起司的香浓披萨 一拿起来还会开心 自己选的披萨配料 吃进嘴里就好像在品尝 自己的手艺 娃鸭胸肉和蟹肉棒 别以为披萨只能有主厨 帮你决定吃什么 看准现代人对吃 很有想法 业者推翻以往 披萨店帮消费者做搭配 提供60多种配料做选择 不管是要海陆混搭 还是酸甜呛辣统统有 上桌还会附上 专属的身份证明 选了什么都在上头 不过在专业厨师眼中 泰式酸辣是比较酸甜的 然后配上那个 墨西哥辣椒呛辣的感觉 那吃起来感觉 有点像触电那种感觉 突然呛到那种 我们独创了一个 多种骨类的一个饼皮 它当然它具有养生 而且它比较低热量 连饼皮都很不一样 业者搞噱头 挑战消费者的创意 自己的配料 自己选 不再局限主厨的特制披萨 你也能当大厨 三立新闻 徐世廷庄立轩 台北报道 提到称 我们的政府到底 有没有在包庇呢 主要是日本辐射污染区的产品 在3月24号的时候下架了 但是卫福部呢 却被立委执意说 涉嫌包庇跟拖延 为什么呢 说因为早在2月26号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就有一位击查人员 他发现 这个产品的标识是有问题的 于是呢 就在3月4号的时候呢 赶快向上级来提出签请 要求呢 要下架回收 然后呢 他签了五次哦 结果呢 都被他的上级长官 五次把他给签退了 好 一直呢 拖到21号的时候 才对厂商来击查 这么一拖延呢 已经是长达了17天 所以立委就痛批说 根本就是厂商杀人 批评政府是共犯帮凶 击查人员将来自日本辐射污染地区 产品通通下架 时间点在3月24号 但到立委踢爆 食药署官员早就知情 涉嫌放水拖延包庇 直到纸包不住火 才曝光 卫副部长蒋炳黄 坎承3月19号才知情 实要署长江玉美 更是状况外 但刘建国掌握资讯 原来食药署在2月26号 已经查到剩余贸易 进口标是来自东京都的产品 其实产地是辐射污染区 千叶群马 科兴研究员在3月4号 紧急提出签请 要求注销输入许可 并且下架回收 不过当天就被上级签退 再加上16 17 18 一共5次签退 直到19号接近中午才签字 但还是没下决定 又等到21号才出动联合机查 慢慢拍拖了17天 基层人员签了5次 你们都没有签出来 这个里面所试上的包庇行政书师 退官退运是最简单 最便宜形式 推了这一批下一批进来 不一定会查到 我还是严正声明 我们的稽查同仁非常辛苦 尤其是为了要了解 他的标示 他的标签 跟他原有的产地 到底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花了很多的时间 食药署慢了17天 才将问题产品退运退官 卫福部官员什么都不要紧 却让民众什么都已经吃下肚 三地新闻 黄保团 黄家伟 SN小组台报导 而卖39元商品很夯的大创百货 他们自行下架 日本核灾食品 确实引力不报 好 日前被卫生局意外抓到了 检调今天也上门 到他们的总公司去搜索 让这个从2001年以来 日本百元商店概念进军 台湾的生活杂货 专卖店形象大商 那么其实呢 过去这家大创 靠着日本设计商品 都是一约39块钱 可以说是深受民众的喜爱 那么加上呢 每个月都会推出 上千种的新产品 小到皮带啦 玩具啦 什么通通都有 甚至几样热销商品 更是回购率百分之改 没想到这一次呢 涉嫌引力真的是上到形象了 绿色碗豆造型饼干包装 上头大大日本字 洋芋片小圈圈 还有巧克力内馅包着棉花糖 是大创热卖零食 小小罐专用洗剂倒点搓一搓 粉铺马上清洁溜溜 热销踏不完 妆面胶滚轮 在衣服来回几下 灰尘毛发清干净 使用便宜抓牢消费者心 就是浴室托拔 或是一些 因为日本品质感觉比较好 它东西品质还不错 它们这种纸跟湿纸巾 或者是这个盒子 它们的盒子都还蛮好用 日本生活杂货 军衣价39元 连贵桑桑的日本零食 也只要49元 小到皮带 文具玩具 锅子 想得到的店里全都包 每个月还推出千种新品 让消费者挖宝 当然打着日本设计商品 更让大创从2001年 以百分之百持股进军台湾 到现在拥有48家门市 是除了日本外 海外拥有最多分店地区 其实当然价格也有 因为它均一家 对啊 它主要也方便 因为觉得39元 这样CP值算很高 不只从店内装潢广告 都强调日本风格 招牌也不忘 JOPEN就像是品质保证 但隐匿下架日本核灾品 大批检调人员 到总公司带走两箱资料 查证属时 大创恐怕得吃下 最高300万罚款 便宜好品质形象 也跟着打折扣 3D新闻又不知有凯如 台北蔡宝报到 至于国民党 是不是爆发了逃亡潮呢 您看到这么资深的立法委员 这回都不选了 怎么回事啊 包括蔡正元 已经四连任的谢国亮在基隆三连任 林鸿池在板桥西区三连任 翁崇军在嘉义更久 七连任 还有杨应雄刚选上金门 以及是日龙选上的苗里 也都不连任 这怎么回事啊 都有这样的一个逃亡潮 还是他们根本不想挂国民党来参选呢 好 今天还要看的就是 国民党的部分在嘉义 这回呢 在云林 是没有人去登记说要选的 大家就会问 现任的这个云林海线的 这个国民党立委不就是张家俊吗 他年轻期间就当上立委 爸爸张荣卫 在背后的支持 可以说是不容小觑 但因为去年底呢 他的不顾张立善 现场选举败选之后 那么服务处一度都打烊了 也传出说他不再寻求连任 那么这回国民党呢 说要登记大选立委 他真的没去呀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么张家俊呢 今天在面对询问的时候 他就说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决定参选的意味相当浓厚 不过呢 似乎他的爸爸 劝他别选了 为什么 哇 他的对手可强得累 就是刚卸任 云林县长的素质奔 是吗 箭在弦上是不是 忠孝良 两难选 立委张家俊到底要不要拼连任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真的超两难 原因就在于 爸爸张荣卫 打出琴琴牌 立足张家俊继续选 但他态度强硬 参选意愿非常强烈 如果到最后他还是没办法接受的话 我可能也是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 可能还是会毅然决然的投入选战 张家俊二十六岁就当上立委 甚至在二零一二年 打败现任云林县长李静勇 连任成功 可见张家俊当时在云林的势力 非同小可 但这回如果少了爸爸的支持 坚持要选 可说是背水一战 因为张家俊对上的 可是民进党的常胜军 苏志芬不仅当过八年的云林县长 也曾担任过立委 08年历经弊案风暴 差点重创政治生涯 最后无罪定验 但过程中民党主席蔡英文 就喊出全党全力支持苏志芬 让苏志芬以最高票连任县长 现在爱将在为党内披战袍 蔡英文在过年期间 特地南下陪苏志芬发红包 互相为2016暖身 苏志芬有自家主席力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没忽略张派在云林的影响力 月初才亲自率领党内高层 参加张家俊外婆的告别式 而张家俊去年也曾表示 如果姑姑张立善成功选上县长 就不参选下届立委 最后结果是张立善败选 现在张家俊参选意愿越来越明显 要延续张家的政治响火 三地新闻黄家伟 廖义德 派英文 SN小组 台北云林综合报道 另外这个现场来看 这又是酒驾惹的祸 那么有一位这个驾驶 开着兵士车 他喝了酒还开车 结果在行经 这里是在五谷成泰路的时候 就是因为喝太忙了 他闯红灯还违规左转 这么一违规左转呢 是撞到两部车 其中一部机车骑士呢 被他撞死了 而另外一部呢 撞上以后呢 人家倒在地上 他因为喝太忙了 什么都搞不清楚哦 那么因为这个脚上车没踩 然后手刹车又没拉 就这样子 再把那个倒地的机车骑士 撵过三遍 白色兵士车突然冲出路口 两名机车骑士 刹车不急撞了上去 人车全挤成一块 对方一名阵性骑士 倒在车子的左前方 没想到车子继续往前开 把他压了过去 驾驶发现不对劲 打开车门 脚刹车一放 又压了第二次 终于车门打开了 这次换手刹车没拉 把倒地的骑士 压了第三次 怎么会压到人 还不知道 原来是兵士车的驾驶 喝忙了 开车撞人的就是他 45岁的雕姓男子 被移送的时候 低着头不发一语 早上六点多 他出门开车上班 停在卢州城泰路 买完早餐 一次喝忙谎神 突然违规左转新五路 还一名正姓 以及理性的机车骑士 撞上他的车 车辆还压过正姓骑士 三次 左大腿严重骨折 理性骑士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家属听到消息 赶到警局 当爸爸的 无法相信 儿子出门 遇上死结 难过的说不出话 根据了解 死亡的理性骑士 家住五谷 平常活泼开朗 爱好户外活动 在脸书上 PO了许多出油罩 他和另外一名正姓骑士 两个人是职业军人 一同在林口服役 两人是好友 也是同袍 没有想到早上 相约一起出门回营 却遇上酒驾肇事意外 天人永隔 三星游刘比嘉 来一只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这名酒驾撞死人的 雕姓男子 他45岁 是一位导游 专带国内团 跟陆克旅游团 收入很不错 他双命名车 就有两台 今天早上肇事之后 还说 自己只是去买个早餐 但发现 怎么车子里头 是有两个行李箱呢 于是就想说 赶快把这个行李 给送到机场 云警对他的询问 他通通交代不清 那么甚至还说 前一晚上 前一晚上 只喝了一小杯 50cc的高粱酒 但是酒测值 却高达0.31 他明显在说谎 戴着安全帽和口罩 低着头不发一语 他就是酒驾撞死人的 雕姓男子 经过了将近五个小时 酒也醒了大半 只是酿成大祸 后悔也来不及 看看当时发生车祸后 模样恍神 还躲到一旁 蒙奖电话 企图逃酒兵 除了这台被撞毁的 冰市车之外 雕姓男子脸书上 还PO上另一台 百万名车 看得出来 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 原来他是一名专带国内团 和陆客旅游团的导游 平均每个月都有七八万块 遇到旅游忘记时 月收入更可以破十万 只是带队生活作息不正常 平时的交际应酬也少不了 对于前一晚的行程 雕姓导游绝口不提 只说喝了一小杯高粱 但酒测值高达0.31 明显说谎 被疫公共危险 和过失致死罪移送 不止工作没了 还得为自己失序的行为 付出代价 三约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而最近的山老鼠案 让大家看到 为什么台湾块木这么抢手 台湾块木直经而优 那么以目前市面上的价格来说 卖到中国大陆的话 大概这个价格是台湾的五倍 而如果卖到日本的话 更是十倍的价格 纯正的台湾块木 除了数量本来就很少之外 不少人通过管道趁机囤木 然后等到价格高涨的时候 再把它给释出来 趁机就可以大捞一笔 全新的台湾块木 一般通称为新木 那么至于回收 譬如说在日治时代 那个时候 那么不是有用块木搭建的旧房子吗 你把那些回收过来的 就叫做旧木 但是有些不肖业者 会去拿一些什么 越南辽国的木头来冲树 然后就在上面倒一些香精 用这样的方式来云木滚珠 欢迎了解 工人拆除一根根梁柱 小心再小心 别以为这些是没用的飞木材 它们可都是纯正的台湾块木 虽然是回收日具旧房子的块木 但人散发淡淡香气 这些俗称的旧料 在业者眼中全是宝 毕竟全新的新料数量越来越少 加上日本大陆抢着药 新料根本是一目难求 只要稍微有钱一点的人 他们有管道的 他们就透过囤期的方式 去把这些木头买进来 那买进来等到价格 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飞涨的时候 他们这时候才会释出 以十年前的价格来说 之前一财三十五元 现在即使是有瑕疵的 一财竟然飙涨到四百元 价格等于是涨了十倍之多 筛选 分类 拔丁 切割 经过繁复的工序 不管是做成家具还是泡澡头 这些回收块木有了新面貌 然而房间却有些业者 拿辽国后越南的进口木头 榆木混珠 有的还会偷偷加料 甚至一度传出 有人更缺德拿棺材木 台湾块木直径而忧 不少国家抢着药 卖到大陆是台湾的五倍 日本更是十倍 难怪山老鼠抓不胜抓 因为大家都想趁机赚一笔 三里新闻 李世红 薛仁红 台南高雄报道 不止如此 房间还有不少的业者 在卖块木精油 但是货真价实的 真的是少之又少 因为一千公斤 这么多的台湾块木 屑屑大概也只能够提供 四到五公升的精油 所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也取得不易 那么正规业者指出 一般通路会购买精油的原料 可是把它稀释 然后再添加其他的油品 再卖到市面上 那么真的块木精油 其实呈现的是酒红色 如果你买到的偏黄 或者是褐色 可能都是被添加了 来入不明的油脂 业者拿出经过提炼的 块木精油 他说这是合法的 而且经过正常程序 提炼出来的就是这个颜色 还拿出出油的块木 渗透出来颜色偏红 提炼出来的精油 颜色几乎就跟着一样 酒红的像玫瑰很美 但私下也坦言 坊间有很多块木精油 多半偏淡的颜色 因为都有加工过 由于台湾禁止砍伐 块木也不能买卖流通 所以大部分的业者 都是外国进口 但也有缺点 进口的块木品质参差不一 像这位业者就很坚持 都是经过合格管道 购买台湾残柴块木 一小块也是黄金 因为一顿的残柴块木 最多只能提炼五公斤 但坊间有些业者 为了发挥最大精细效益 会把提炼好的精油 加入一些柑橘 白辣油等香精油稀释 自然产量就会多好几倍 赚的也比较多 稀释过后的块木精油 效果也跟着打折 如何分辨纯不纯 出了机器检测 涂抹在手上最简单分辨 纯正的块木精油 马上吸收不油腻 但稀释过的则相反 块木自然的清香 是不少民众的喜爱 但残存的木头少 提炼出来的块木精油 更显珍贵 根本不可能量产 假油混冲块木精油 俨然已成常态 三星辽古雄 嘉义报道 再来看现水 是不是现出问题了呢 台南市体育处 上个礼拜末呢 这个周末举行了 这个游泳比赛 可是呢 游泳池因为管线老旧 水管漏水了 加上市政府的 限水政策 说现场是不能够补水的 结果你看哦 导致水位就出现了 这样子50公分的落差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 一跳水就受伤了哦 选手家 这个家长就控诉 说主办单位 并没有事先告知 说这个水位不够高 害得十几个小朋友 因为跳水而受伤 不过主办单位强调 说赛前都已经告知说 选手是不可以跳水的 是他们觉得说 有人求好心切吧 才会一直受伤 小选手走后背 一大片红肿 手臂腰部 也出现 轻一块子一块瘀青 让家长看了好心疼 台南市体育处 上周末举办游泳锦标赛 却因为限水政策 导致游泳池水位不足 害十多名小朋友 跳水受伤 你为什么 没有告知选手 还让选手下去比赛 造成选手受伤 这样对吗 选手家长 气得破口大骂 控诉主办单位 没有事先告知 不能跳水 因为举办游泳比赛的场地 原水位应该要有150公分 但当天比赛水位 却只有100公分 落差高达50公分 时机回到被举发的游泳池 水位还是偏低 主办单位表示 赛前已经告诉选手 不能跳水 但还是有人不听规定 游泳池因为管线老旧 水管漏水 加上市府限水政策 不能补水 所以当天水位 才会出现50公分落差 但一场游泳比赛 因为水位不足 导致选手 跳水受伤 是选手不听劝告 求好心切受伤 台南师傅 是否省水省过头 恐怕双方都得好好想想 三星位李世红 台南报道 而全台湾陷入缺水危机 但是公园内 居然还有这样的水舞表演呢 这是民众投诉说 上个礼拜六 经过彰化的盐平公园 看到公园 有一个小时 这么长的水舞表演 就痛批太夸张了 执疑 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水 不过负责的公所是解释 说这个水舞表演 所用的水 是有那种回收系统的 说这样子不会浪费 不过这阵子呢 还是减少表演次数好了 免得观感不好 夜间的水舞表演 搭配音乐 水柱忽高忽低 看起来相当美丽 不过现在全台陷入缺水危机 还要限水 超化的盐平公园内 居然还这样表演水舞秀 而且表演还长达一个小时 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水资源 应该不够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在做这个水舞的活动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很夸张 民众经过 原本以为只是表演十分钟 没想到资格范范家 竟然看到还在表演 气到拿出手机录影 质疑简直就是浪费水 虽然是运作 但是基于这个设备 因为设备 我们一边要维修 一边要让它试运转 那我们这个水 是循然使用的 负责的彰化事工所指出 这个水舞表演 每周六日晚上都会表演一个小时 因为是固定演出 每次表演后 水都会回收 下次再利用 但若不表演 水舞设备恐怕会故障 如果整个基边不循环的时候 它还是有时候会故障 所以我们会把它降得很低的 公所解释 水舞的除水桶 每次表演需要五顿水 平均每半年才加一次水 浪费的水不多 现在正值缺水期 会尽量减少表演次数 避免观感不好 陈徐许苏维 上华报导 同样在彰化 有一名中年女子 到彰化医院去看病 结果呢 因为不满等待 看诊的时间太久 加上她等待的期间 不断又过号的病人 补胃插队进来 她就很生气 对着门诊护士破口大骂 不管护理师 怎么对她解释 这名呛响的女子 就是听不下去 最后留下了一句 奇怪耶 然后并不看了 直接离开 在现场等的人 不是很浪费时间了吗 我们女子到的人 不是都要浪费时间 在这边等吗 短发女子 杯子杯饱 手插口袋 不满过号病人 补胃插队 竟然对护士小姐 破口大骂 护士小姐心平气和的解释 要她不要生气 但这位小姐就是不停选 双方倪一言 我异于口气越来越激动 女子不耐烦 在整间外童 不断来回走动 气得连病都不看了 奇怪 其他看者民众看不下去 把影片po上网 要民众评评理 投诉者表示 影片中的小姐 11点15分才到医院 她的号码90几号 事发当时也才11点55分 整间叫号才到76号 根本还轮不到她 因为不满 一直被过号者插队 就对无辜的护士小姐出气 任谁也看不下去 三连新闻许说 也成不章 章话采访不到 而有人要拱台南市长 赖清德当皇帝 什么意思呢 好 最新的 这个六都的市长 民调出来 第一名的是 台南市长赖清德 昨天他北上基隆 举办签书会 顺道拜访 许久不见的亲舅舅 那么赖清德 一看到高龄90岁的阿姑 立刻就紧握他的手 结果阿姑开心到 就当着大案面说 要拱赖清德当皇帝 也就是酸宗痛 那么赖清德 现场非常的尴尬 他解释说 是因为舅舅 看到他很开心 才会讲鼓励的话 非常的感谢 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 远从台南北上 来基隆的庆安宫参拜 台南市长赖清德 和好久不见的亲舅舅 喜相逢 原来市长舅舅高龄90岁 在庙里担任主委 身穿红色西装外套 身装打扮 迎接赖清德 而赖市长看到阿姑 立刻牵着他的手 紧紧不放 还送上签名新书给他 其实舅舅外申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阿姑甚至当着大家的面说 希望赖清德将来当皇帝 原来要赖清德当皇帝 是要拱他选总统 面对舅舅的支持和鼓励 台南市长赖清德很尴尬 因为才说不选 怎么又重提电 看到外申来庙里面参拜 来跟他请他 他当然高兴 会讲一些鼓励的话 那老人家的鼓励的话 我们就谢谢就好了 没有其他的意思 赖清德教说 感谢长辈鼓励 希望外界别再多做联想 三星有李志宏 台南报道 而第二名的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 不过他民调也很高 他有七成多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上任之后 民调支持度很高 但是他有一些科语 陆我备受瞩目 昨天他才批评了 说像是不要在那边 这个活动的时候 说公请市长大人讲话 还在那边讲公请 说这样太官僚了 太自视了 他说国民党人 总是在那边讲说 党内的大佬叫什么公 什么公的 比如说我伯雄叫伯公 他说这也很奇怪 很封建 那如果都要叫什么公 苏贞昌不就叫穷公吗 他就觉得这很好笑 好了 他说那个都太封建了 不过他在伸手 这个指别人的时候 别忘了是不是 有四根手指头指着自己呢 因为就有人质疑说 柯文哲私底下 也喜欢称自己为正 主上啊等等 用这个说法来称自己 说这样是不是很封建 真的他会这样讲吗 带你来看 所以他从后面 双点 仔细研究电池原理 北市府跟企业结盟 产官合作 要制造双赢 市长柯文哲来验收 简报广告 准备齐全 We're innovators inventors designers 平平柯文哲一开口准美好话 他们在广告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我大概在机车上 你看得懂他们刚才在讲的吗 直白反应现场一片尴尬笑声 柯文哲不说场面话 更不爱听公围话 只是自己私下却常这样说 准单独上奏 因为每个都来跟我讲 要求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 一定要开庭议 就是这样 那个叫庭议 庭议制度 有问题 全部早上七点半开始坐下来 有相关全部坐下来讨论 在里面吵架 核心幕僚开会称作军机处 看公文便批奏折 满口近视中国古代皇帝专用语 柯文哲甚至还自称是正 他一定会写上语 正是暴君不是昏君 诚意其君死罪 用威权领导塑造铁血形象 要防市府员工潘亲戴故 宁可火爆沟通 也不准暗地 瞧事情 一定进入那个集团领导了 绝对没有暗盘了 全部都明着来 明着来 大家都开始受不了 等明个都想搞暗盘了 君臣乡称的风格 IP封建 柯文哲听而不闻 道士幕僚帮忙还家 谢谢 因为柯市长 他的个性上来说 比较风趣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用 比较幽默的话语 才嘲讽国民党 官僚八股 柯文哲 自成一格的科士语言 立刻被降了一军 三天新闻 女文副礼品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语言 但是呢 在对付问题的时候 或者说对付财团 他倒是呢 有两把刷子哦 主要呢 这个美和事案 那么台北市长 柯文哲 正就这个案子 跟日圣生 展开仲裁大战 那么比照其他的开发案 呢 私底下的会谈 可不可以呢 我呢 一概就是不准 因为呢 今天有消息传出来说 日圣生哦 他们就委托了一位 张姓牧师 就是这一位 好 就是请他呢 出面跟柯师傅 来瞧事情 可是呢 你要这样走后门吗 门都没有呢 柯文哲一口就回绝了 而这位牧师 刚好就是 美和事大楼里头的 教堂牧师 我们实际找到 他的妻子哦 他倒是说 没这回事啦 而针对这个传闻 日圣生还是没有回应 带你们看 虽然走出来 就可以看到 捷运站 不过住在美和事 以头的人 想要上教会 其实就在 大楼的六楼 这边有一栋美和堂 那根据知情人士 透露 日圣生董事长林荣显 会透过里头的 一位张姓牧师 要跟柯师傅 建立沟通桥梁 替美和事案解套 日圣生派人 瞧协商空间 柯士不秉持原则 公开透明 直接打回票 不知是没听到 还是不想回答 柯文哲不理会 媒体提问 美和事案 进入仲裁阶段 柯文哲口风变景 外传出面 桥时间的神秘牧师 平常就在 王雪红资助成立的 美和堂步道 答案呼之欲出 教会张姓牧师 唯一就是他张旺松 是新店行道会主任牧师 脸书自封不老顽童 曾经也上过新闻版面 马总统在离开 总统任期之前 能不能帮助大学生 毕业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 进入社会 能够拿到 四万块钱的薪水 早餐会上 针对年轻人就业问题 当场向马总统敬言 日生生打算 透过宗教人士打通关 吃了闭门羹 他们是在说他 可是呢 我们完全没 市府的人 也有告诉我们说 对不起 因为这个传的 完全是错误的报道 柯市长的意思很明确 是他不接受 就是任何跟私下 请托有关的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走大门 然后走大路 你就是寻正常的管道来就对了 根据了解 日生生 曾经多次派不同的人 向市府表达私下谈 但都被打枪 无论谁来 总归一句 没得商量 三线问题 向着许昆美 新北市参谋导 好 日生生想要针对美和事案 要走后门 那么柯P说呢 这门都没有 好 可是呢 针对日生生 因为前面的这个马好团队 他们所留下的约 真的是让这个市府 可以说是吃很大的亏 接下来的仲裁 可能也对市政府是很不利 那怎么办呢 哇 这个柯P呢 就有方法咯 他打算呢 就是用日生生 在台北的第二大开发案 也就是南港机场案呢 要来跟这个美和事案 来相互制衡了 因为这个南港机场案 在2005年获得开发权到现在 日生生都还没有取得建造 那么不过呢 一旦完成的话 这个总销售额是高达150亿的 所以现在柯市府决定着手 来进行权益分配的调整 用这样子来逼日生生 比如说呢 土地建价的部分呢 你看哦 前面几建价呢 每平还有25 6万 可是日生生呢 就把它低估哦 说每平只有21万 这个基地可是有8万平方公尺的耶 但是日生生又拿的比较多了 他们可以拿到百分之52.5 而台北市政府只能拿47.5 所以有关这个南港机场案呢 他想要重新来做这个权益的分配比 用这个呢 就是来逼日生生 在美和事方面呢 可以有所让步 柯P的这一招 行不行的通呢 带你看 他那个美和事案 那个现在还76亿啊 他跟我们告啊 我说他还告啊 我看他钱乖乖掏出来吧 国安不是喊假的 但要日生生吐出76亿 谈何容易 柯文哲打算另辟蹊径 从日生生其他连开案下手 这一大片六万多平基地 也是日生生的第二大开发案 南港机场连开案 一旦销售完成呢 将有150亿的销售金额 也被市府视为筹码之一 拥有南港机场开发权的日生生 一旦完工后 经济效益高达150亿 成为柯市府团队 逼合日生生的最佳利器 在3月19号的专案报告会议中 市府五人小组 洪志坤 秘书长苏丽琼 副市长邓家基 和捷运局法务局 希望一战逼合 就权益分配下手 争取更大利益 总评数 六万一千平的南港机场 原合约定定 市府和日生生 各拿47%和52%的评数比例 市府拥有526户 但这样还不够 柯文哲想要调整 作为每户15坪 2400户的公共宅 否则就要日生生退还76亿 更可能解约南港机场 连政委员更加码揭发 南港机场 还有把柄 你原本当时得到这个标的时候 保证金是把精湛的保证金 还有旅游保证金 还有美额式的保证金 放在一起啊 那这样对市政府不公平啊 我们到最后拿不到42% 透过产品交换 日生生来讲 他就是标到一个经营权 然后卡在那边 但是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损失 放弃 他其实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 钻日生生弱点 北市府频频出招 但也有人忧心 南港机场作为制轴 效力不够 市府得再继续挖 比日生生做最后让步 三连新闻李正道 我雅琴台北报道 好 现在问题这么多 但是呢 这个高达几百亿的重大建设 当时的市长马英九 现在的总统 他竟然坚持自己是毫不知情的 好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连柯P都觉得看不下去 只说嘿嘿 叫他去跟市民讲清楚 怎么可能都不知情呢 好 结果被打脸了 因为我们翻开2008年 当时马总统首都 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幕僚 罗志强帮他写了这本书 《沉默的魄力》 这里头呢 马英九就亲自口述 整个大巨蛋的手 手是个始末 那么包括呢 就是由李树德来决策的BOT案 还有大巨蛋所面临的 你看这么多的问题啊 甚至呢 这个完成之后呢 会变成多功能体育场等等 这可是马英九自己口述的呢 他对大巨蛋如鼠家珍 怎么会说自己好不知情呢 一提到美和氏跟台北市长柯文哲杠上 马总统一贯回应三个字 不知情 只不过高达几百亿的建案 市民纳闷 当年的马市长 怎么可能完全未经手 尤其是在2008年出版的 《沉默的回应》这本书中 由马总统亲自口述 台北市长任内政绩 其中赤之250亿的大巨蛋 总统侃侃而谈 先是大力赞扬 当时的市府秘书长李树德 采用BOT案办理 还说大巨蛋会变成百货影城 以及五星级旅馆等 多功能体育园区 马总统提到大巨蛋如数家珍 更对大巨蛋面临的问题 包括选址困难 产权官司 互数争议 以及启用愿景 描述的一清二楚 马总统对于欧静的副市长 当时在处理这个案子 我相信他是有极高的不满意 对于涉及到几百亿的 这样的一个连开案 他应该是至少重要的方向跟内容 他应该是要去做了解的 如果说他是完全不知情的话 确实那是市长的失职 就是因为大巨蛋选址换地 这么复杂的建案 总统都一手掌握 还跟远雄董事长赵腾雄 两个人一起在2006年 一起上电视谈巨蛋 反观美和事 总统专访却推得一干二净 还说是当时扁政府 对马师傅下的指导棋 错 全推给当初决策的欧静德 不过随着相关文件一一公开 谁该负责 恐怕不是总统自己说的算 三地新闻 叶林凡 再来看这漂流木遗云 到底真相大白了吗 恐怕没有 今天加入说明的是谁 是林务局 可是林务局他怎么会认说 这个真的不是漂流木呢 当然不是 今天他们在立委的质询 或者是自己开记者会的时候 都一再证实说 没错那些木材 的的确确就是漂流木 好说3月12号去鉴定 还有3月14跟3月26号去鉴定 都是漂流木 然后就说因为你看它断面不平整 树皮又有那种撕裂伤 然后呢又有大量的泥沙 他说这样子呢就是漂流木 好了是吗 这个台北市议员呢 高嘉宇就提出质疑了 他说这个官方都乱讲 他说来揉我一下 这个木材呢明显是有切痕的 很明显的切痕 然后树皮呢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破损 上头呢也看不到淤泥痕迹 那怎么会叫做漂流木呢 那么立委高智鵬呢 他就炮轰了说林务局才是最大的山老鼠 林务局3月12号 3月14号 3月26号做出的鉴定报告 都是漂流木 争议多时的山老鼠案 林务局证实就是漂流木 真的定案了吗 立委高智鵬率先开炮 林务局就是最大的山老鼠 立委更质疑通行非自然的漂流木 林务局孔勇放任的嫌疑 而当初揭发弊案的议员高家瑜 更强调照片中置屁木材 明显有切痕 树皮没有严重破损 上头也看不到淤泥痕迹 怎么会是漂流木 高家瑜更怀疑建定的木材 并非同一批恐怕经过调包 而且苏中府手上这份 河川局的漂流木合法检实公文 又怎么和这批木材画上等号 诸多疑点还没有厘清 林务局就急着还自己清白 这样的做法也难怪山老鼠 或是树蟑螂会越来越横行 三十位台并从本报道 周济事件要追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 特别内湖区公所怎么会花公堂去为私人来开马路呢 好 这样的一个开马路到底是为了把那些珍贵的木头给运下山 还是说又要来开辟这一块土地呢 台北市议员高嘉瑜追查发现 除了曾经参与道路开辟会刊的那个地主 预保开发建设公司董事长廖少宏之外 你看呢包括这个是新州交通公司的负责人陈春庆 他们也都是地主 好了 都是这个开发或建设的这些人在当地主 然后呢就这样一个思路被开通了 所以这是不是很奇怪呢 议员就指一说 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想要开发这种豪华农舍 卡栽道路没有开通 所以呢就买通了这个区公所来帮忙用公堂开马路呢 来看我们的最终报道 一条道路直通内湖保护区 内湖区公所打开方便门 获利的人就是私地主 往里面开进来呢 这就是这个预保开发建设董事长廖少宏的土地就在这里 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位陈春庆也是桃园来的 也是交通运输公司的一个董事长所买的土地 当我们当初可能就已经瞄准了这块地 要来开发并且获取利益 议员高嘉宇点名的地主就是这两个人 廖少宏预保建设董事长 持有内湖区大湖段一小段45地号 紧离一旁的45之一地号 土地所有人是新中交通公司负责人陈春庆 若是这条道路真的被开通了 荒地就能开发农舍 土地驾驶有机会至少翻三倍 市价破千万 后来好像就是交通部分比较没有那么热络的时候 就好像就不知道了啦 以前是做得很大 但是后面就比较没有 来到新中交通公司的登记地址 陈春庆的家人非常低调 说公司已经不在这 对于土地持有通通推说不知情 内湖区公所会刊帮忙开路 建设公司交通公司入主保护区土地 种种巧合串联 一条违法道路争议不断延烧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马政府官员出现了跳船潮 结果这样的气氛是不是蔓延到了立法院呢 因为昨天就是他们国民党现任立委 连任要参选的登记的最后一天 结果发现哇很多人都没有去登记 而且都挺资深的就创下了史上最高 好例如你看翁崇军他已经在加线连任7任了 他没去登记 还有呢蔡正元在港胡四连任也不登记 谢国梁是这个基隆后他已经三连任了也没登记 林洪池板桥西区三连任没登记 那么包括呢这个金门当选的杨应雄跟苗栗当选的徐志荣 那不是蔡公当选吗 为什么都不连任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因为这个是不想挂国民党怕选不上 还是真的不选了呢 好不止如此哦 还有一个不分区的洪秀柱 那么原本喊出要酸中痛 结果连立委都不选这也很奇怪 因为他不能再当不分区 如果要留在立法院要去参选 他也没登记 这真的很奇怪 也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逃亡潮呢 带你来看 日以来南部的气氛跟着都不是很好啦 因为都是很乾坤地区啦 不是现在啦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国民党嘉义立委翁崇军一脸如是重负 2016区域立委选战确定不登记 2012年衔胜民进党对手800多票 这回又将再碰头 基层实力坚强的前立委蔡启方儿子蔡逸宇 谈成九合一后的大环境 把南部蓝营坚困选区变得更坚困 像是屏东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 2008年惨败过一次 这回苏清泉说要不要选还在考虑中 因为民进党对手还是很难打 遇上大炮立委庄瑞雄 国民党内摆明不再连任的 还有港湖区蔡正元 基隆 谢国良 当过大党边的林洪池也弃权 云林政治世家张家俊 也一度传出不选了 在家离岛金门杨应雄 就连不分区届满的洪秀柱 原本传出挑战永和 也确定不再选 不止老将退休 才刚补选上的苗栗立委 竟也甘心只当一年就满足 我们目前为止党中央并没有跟我沟通什么 可能就想说哪里有人显得这样又不显得 可能说所以都一直没有跟我们有什么 所以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 有人抛出新人接棒 有人搬出家里有人要照顾 不论理由为何国民党内将近十位战将 开战前先弃权 九合一后弥漫失败主义 还没找到信心火化剂 三立新闻黄保同王家卫 SN小组台报道 好国民党在昨天完成登记 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就是在北部呢 大家抢得要命 但在南部呢却非常的确战 好你刚光看呢 在台北的南港内湖这一区 蔡正元他不选了之后 你看这么多人要抢一个南港内湖 从秋益许书伯 这许书伯不是云林人吗 他连那边都不选了 跑到南港内湖要选 还有张显耀 还有雀梅沙 吴世正 李燕修他们都是现任的市议员 另外还有两个人 这样的八抢一的局面 那么反观呢 在南部你就看到 整个台南市呢 都没有人登记 然后呢云林嘉义也没有 特别呢 你看到翁崇军 刚刚已经讲了 他已经那么资深了 他也没去登记 还有江家俊 这不就是张仁卫家族的命脉吗 怎么也没登记呢 到底遇到什么状况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云林海县的部分 张家俊呢 他的背后 哇有老县长张荣卫 还有他的姑姑张丽善 那么在去年呢 经被这个县长选举败匪之后 就传出张荣卫不想女儿选了 那么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主要的考量 恐怕是 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强了 是谁 就是刚卸任 云林县长的苏志芬 好我们来看哦 张家俊 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虽然当选了 但也只赢李静勇 0.89% 这是1%都不到 而如果是苏志芬的话 你看他支持度有多少 09年的县长之一 在海县这一区就好了 他拿到了67%的选票 对手只有33% 所以真的差很多 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哦 这个张家俊要PK苏志芬 实在是一场大硬仗 这两个女人的战争 让张家真的不想选了吗 那你没看 是吗 建在悬上是不是 忠孝良 两男权 立委张家俊到底要不要拼连任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 真的超两男 原因就在于爸爸张荣卫 打出青琴牌 立足张家俊继续选 但他态度强硬 参选意愿非常强烈 如果到最后他 还是没办法接受的话 我可能也是 建在悬上不得不发 然后可能还是会毅然决然的投入选战 张家俊26岁就当上立委 甚至在2012年 打败现任云林县长李静勇 连任成功 可见张家俊当时在云林的势力 非同小可 但这回如果少了爸爸的支持 坚持要选 可说是背水一战 因为张家俊对上的 可是民进党的常胜军 苏志芬不仅当过8年的云林县长 也曾担任过立委 08年历经毕案风暴 差点重创政治生涯 最后无罪定验 但过程中民党主席蔡英文 就喊出全党全力支持苏志芬 让苏志芬以最高票连任县长 现在爱将在为党内披战袍 蔡英文在过年期间 特地南下陪苏志芬发红包 互相为2016暖身 苏志芬有自家主席力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也没忽略张派在云林的影响力 月初才亲自率领党内高层 参加张家俊外婆的告别式 而张家俊去年也曾表示 如果姑姑张丽善成功选上县长 就不参选下届立委 最后结果是张丽善败选 现在张家俊参选意愿越来越明显 要延续张家的政治响火 三地新闻黄家伟 廖宜德 潘英文 SN小组 台北云林综合报道 好 卓水溪以南 国民党那么多的立委都不想选了 但是在台北地区参选就爆炸了 好 比如说在大安区 这个党内包括林一华 还有欧阳龙都想挑战蒋乃鑫 而在中山松山区 更有人要来挑战罗淑磊了 好 特别就是这位蒋家后代 好 这是蒋校园的儿子蒋万安 他要来挑战罗淑磊 但也不只他要挑战罗淑磊 还有谁呢 就是现任的议员王鸿威 好 你看在北部就抢得这么严重 那么在他们国民党内 有很多人觉得很不满 就说为什么国民党内初选的机制 是不是保障现任呢 因为只要你这个现任立委 你领先挑战者 只要是5% 你就可以获得提名 因此挑战者也大喊很不公平 罗淑磊在台北市第三选区 再度遭遇蒋家人挑战 罗淑磊老神在在 因为挑战他的是律师出身 蒋家第三代蒋万安 聚敲脸庞打着年轻人口号 诉求世代翻转 就是要上演王子复仇记 因为当年蒋校园初选落后罗淑磊 蒋万安要讨回来 不过还有人举手有意愿 他就是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挑战雷神蒋家人形成台北市第三选区 三抢一的局面 不过面对党中央初选两阶段 只要现任领先5% 就胜出这个制度 直言根本是门票保障 他不是原来并不是我的选区 所以其实我们在选区的经营上 其实已经是在劣势了 党内的大家的竞争 应该是属于一个良性的竞争 不要杀得刀刀剑骨 然后到最后到大选的时候去分裂 九合一重挫后 蓝军新世代挑战现任立委 同样北市第四选区八抢一 北部参选纷纷出现大爆炸局面 对照中南部艰困选区 寻寻觅觅觅觅摧摸人 恐怕都要让党中央伤透脑筋 三地新闻夜林凡圈瑞台北参谱 再来看今天有人去呛陈菊 但他的高EQ化解了 主要是第二届高雄市议会新会节 今天开议第一天 那么市长陈菊到市议会要报告 结果你看到他一下车就被民众抗议了 那么呛下人是说 你哦 陈菊在这次立委出选当中 你怎么可以推出子弟兵呢 你这样子对其他的参选是不公平的 好 陈菊一听到 他也放下身段就这样穿过重重人群 去亲自的面对面沟通 最后抗议民众自行离去 高雄市议会大门口 民众拿着白色抗议布条 不满民进党立委出选 市长陈菊派出子弟兵 对其他参选人不公平 坚持站在大厅当面向陈菊陈琴 引发危安高度紧张 陈菊抵达市议会一下车 现场20多名随护警力 立刻把抗议民众隔开 没想到陈菊独排众议 穿过重重人墙 面对面接受陈琴 民众扑口大骂 陈菊弯腰放低身段 照单全收 展现政治高EQ化解冲突 不过一个月前 小港前政选区立委出选 陈菊推出子弟兵赖瑞龙 以些微差距 击败泄系市议员陈幸云 引发外界议论 如今左南区又推出好姐妹 前副市长刘诗芳 引发部分支持者反弹 第二届高雄市议会开议首日 陈菊厂内施政报告聚焦10花页 民众场外抗议抛轰 立委出选 里里外外都引发关注 三连新闻王书宏 黄大卫 S&P条组高雄采访报道 还有谁要参选呢 来看电影导演陈文斌 2008年 他演出电影不能没有理 细腻 刻画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无奈 精湛演技也转人热泪 让他一袭爆红 结果现在决定从电影圈 要跨足到政治界了 他投入立委选战 而且挑战的 就是这个民进党的 最艰困的 在彰化里头的选区 也就是陆港和美 这是第一选区 那么如果他真的可以 获得征召的话 陈文斌会对上 国民党立委王惠美 电影不能没有你 刻画社会底层 打拼的小人物 一位父亲为了 争取女儿监护权 在台北车站前的天朝上 做事跳桥 让人印象深刻 其中男主角陈文斌 决定参选 要挑战的就是 绿营彰化目前最艰困的 陆港和美选区 老式的旧式的政治 必须要做改变 所以我提出改变旧政治 创造新国会 这样的一个 铸轴的想法 导演陈文斌 彰化陆港人 实行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毕业 积极参与环保 劳工社会运动 近年来投入电视电影 纪录片拍摄 因为演出不能没有你 入围金马奖 最佳新员 最佳男主角奖 冲冰要获得党内提名 得先对民进党 主委陈敬丁 以及有陆港妈祖婆之称的 前国民党立委 陈秀卿的儿子林一邦 这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努力 积极的来争取 我们民进党内的提名 那有这个机会来 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一个强调在地耕耘多年 一个强调刘美年轻 有国际观 两人对于初选都不退让 但都有共识 会进行军职之争 输得也会全力辅选 不论谁获得最后初选提名 民进党的最大劲敌 就是国民党的资深立委 王惠美 冲冰表态参选能否出现 也让彰化第一选区的选情 更具看头 三连新闻许说的陈某张 彰化采访不到 而台北市场选战 已经过了很久了吧 就将近四个月 结果有一多人 现在开始被连战告了 也怎么回事 好我们来看 一纸力挺科文者的 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报说 在3月26号 他收到了来自于 台北地方法院寄来的 民事庭通知 就是有连胜文的父亲 连战提起 对他的妨碍名誉侵权告诉 要求损害赔偿 虽然呢 这个连家提出的 求偿只有一块钱 但重点是呢 他们要求呢 这样的道歉声明 要连续的刊登在各大报 还有各大电子报 而且要刊登很久 要刊登到一到两个月 不等的时间 那么台北市长的选战 都落幕那么久了 连家突然这样 大张旗鼓的 来诉诸司法反击 郭正亮呢 就批评说 哇这真是可怜又可悲呀 好这是呢 选后这么久 还有的司法站 而另外呢 传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将在五六月份的时候 会访问美国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提前到美国 被市委是帮蔡英文来探路 没想到 哇这个国民党动作更快了 担任国安会咨询委员的 王玉琪就抢先 在三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六号 到美国去拜会多位 美国前官员跟智库的学者 那么批评呢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 是怎样怎样 甚至还传出了太阳花学运 是民进党在背后 推波助澜等等的言论 好故意呢 就是要提前 然后呢 去放毒的吗 带你了解 以国安会咨询委员身份 王玉琪低调访美 传出拜会 美国前官员和智库学者时 强调国民党两岸政策 获得高比例 台湾民众支持 而民进党总是在两岸关系上 扮演阻挠角色 甚至希望美方 适时提醒民进党 防止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 有不可预期活动 消息曝光 绿尾跳脚 我们阻挠了什么东西 不就是阻挠马英九去卖台吗 2012年的时候 蔡英文主席 那个时候也是总统候选人 去美国 去日本 先前就有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 金普聪 到美国去放毒 这个时候 王玉琪是不是都做同样的工作呢 王玉琪赴美任务 让民进党立委直接联想到金普聪 时间回到2012年 金普聪担任马英九竞选团队执行长 硬是比要选总统的蔡英文 还早展开访美行程 不要一直在文字上面打转 提出具体的东西 和对过去自己所发表的言论 有一丝的愿意表示跟着 就好像失忆症一样 从来所有过去的攻击人 都不曾发生过 忙着打绿营两岸政策 金普聪在美国助攻 2012总统选战 四年后蓝绿再拼2016只怕遇上同一周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计划在5月或6月访美 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3月29号启程前往美国宣布局 但王玉琪在3月22号又早一步赴美展开 拜会行程 到底王玉琪是代表中华民国 前往美国做国家国务国安相关的工作 还是专程去美国代表国民党 去辱骂民进党 像这样的咨询委员到美国到底讲什么话 回到台湾来 应该到国会来报告清楚 国安咨询委员月薪十几万 零纳税人的钱 当然不能只宣传执政党政治目的 绿委点名王玉琪得出面完整交代 司令学属负九万物与完台北采访报道 而咱们国军的螺丝又松脱了吗 来看这是陆军六军团肯青会的时候 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异户艺宣传海报 可你注意看哦 上头的图片竟然是中国解放军 把敌军的照片拿来当国军部队宣传 让肯青的家长啼笑皆非 绿委更批评说难道国军共军 两岸提前一家亲了吗 说这在戒严时期 可是要看头的呢 这是国军好久不见的阅兵文化 整齐画意的步伐被说是威权的象征 早在军中消失 却没想到在陆军两栋六旅的宣传海报上 秘密复活了 不过仔细看怎么看怎么怪 原来是海报上放的是解放军的阅兵队型 怎么会把敌军照片放在国军的宣传海报上 立委嘲讽国军共军难道已经统一 像你知道中国大陆所讲的 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 原来像你所讲的话 他的后背替他实现了 可以这样子吗 或者是说这个国军已经提前实现了两岸统一了吗 真的是严重犯错 仔细比较 不仅中国的是持枪阅兵 步伐较小 台湾则是肩腔之势 大步伐跨出 两者动作完全不同 解放军的迷彩图样跟国军的也差很大 再仔细回网上寻找 果然在中共解放军新闻中找到这张图片 中国发生了局势震惊的历史巨变 承办参谋谈图方便 却闹出大乌龙 把解放军当成国军 不仅螺丝松脱 万一把敌军真的当成我军 这场仗打起来国军根本没胜算 375月20番茄瑞台北参谎 好 不止如此 咱们的政府恐怕还涉嫌隐匿跟包庇 怎么回事呢 就是日本辐射污染区的产品 那么在这上个礼拜为大家报导 说后来才被发现已经下架了 但是呢 这中间却发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立委 刘建国今天提出了质询 他说呢 其实早在2月26号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一位机查人员已经发现 那个产品的标识是有问题的 就是来自于这个福岛核灾区 然后呢 在3月4号这么早的时候 就已经上报签成了 没想到哦 他一直报上去呢 一直呢 就被这个上级哦 给他签退了 好 上级就一直给他签退 所以你看呢 3月10号退第一次 再来16号退第二次 17号退第三次 18号 19号再退一次 总够五次 那怎么会这样子 就一再地拖延嘛 直到21号才对厂商鸡查 这个拖延长达了17天 因此呢 立委就痛批说 这真的是厂商杀人 就批评政府是 共犯是帮凶 警察人员将来自日本 辐射污染地区产品 通通下架 时间点在3月24号 但遭立委踢报 食药署官员早就知情 涉嫌放水拖延包庇 直到纸包不住火 才曝光 知不知情一句话就好了 我要回去了解 因为每天都 你不回答 没关系 部长 你知不知情 我没有看到这种 所以不知情 也没有底下人往上通报 直接用电话可以报告 这事情是有问题的 有没有 我在3月19号 知道这个事情 好 卫副部长蒋炳黄 坎成3月19号才知情 食药署长江玉美 更是状况外 但刘建国掌握资讯 原来食药署在2月26号 已经查到胜域贸易 进口标是来自东京都的产品 其实产地是辐射污染区 千叶群马 科兴研究员在3月4号 紧急提出签请 要求注销输入许可 并且下架回收 不过当天就被上级签退 再加上16 17 18 一共5次签退 直到19号接近中午才签字 但还是没下决定 又等到21号才出动联合机查 慢半拍拖了17天 基层人员签了5次 你们都没有签出来 这个里面所试上的包庇行政书师 退官退运是最简单 最便宜的形式 退了这批下一批进来 不一定会查到 我还是严正声明 我们的机查同仁非常辛苦 尤其是为了要了解 他的标示 他的标签 跟他严有的产地 到底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花了很多的时间 食药署慢了17天 才将问题产品退运退官 卫福部官员什么都不要紧 却让民众什么都已经吃下肚 三地新闻 而现在台北市因为拆违 坚有效率的新北市似乎有压力了 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 新北市拆除大队前往张淑金 位于新庄的这个公寓 那么拆除三楼顶楼夹盖的郑宇棚 那么事实上原本拆除大队 要求张淑金上个礼拜一 就应该要自行拆除的 但是他就是毫无任何的动作 因此只把单位只好硬起来 强制拆除 他本人今天虽然没有在现场 但是行程满党 不是去公务局静坐 就是到拆除大队去递交陈前书 还大吵大闹 甚至强调如果拆除过程 有损坏他的房子 他就要对拆除大队来提出高速 好 当然新北市 这样子硬起来 大家也主要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前 那么大刀阔斧的来开闸围建 三个月内226户 有力气危险的围章 建筑全部清光光 那么新北市 他们就现在拆围建 这个不手软的 出现这种所谓的五天最速建 也就是你从通知到拆 短短的就只有五天 所以有房客就抱怨说 哎呀 这样根本来不及 找房子啊 太夸张了 不新北市就强调说 那只有那种恶性的围建啊 就是拆了又盖 你全部听的 才会这样五天来处理 说一般会再给个七天的缓冲期 不过他们也坦诚 就是因为那个台北市 拆围建效率那么好 使得他们压力好大哦 因为长官有交代说 人家的优点 可要好好地学习 敲门没人硬 但抬头看 顶楼夹盖一层再一层 抽风机还在转 一楼堆床垫 看得出来是刚刚拆 新北市毛起来拆违建 却有民众爆料 25号才接到拆除通知 30号就要拆 缓冲期只有五天 你都没有通知 临时通知我五天就要拆 临时哦 我讲临时的话 五天就要拆就有点过分 当然来不及啊 我大概需要多少天 要找好房子 至少要一两个礼拜吧 店表数一数 一栋楼少说七八户 房客听了都傻眼 大概都七天左右 那有五天的 比较少啊 对我们来讲 他已经拆了第一次 然后你又自知不理 又给我盖上去 比较恶性啊 所以我们会比较 强力的去拆除他 就怕拆了盖 像狗皮膏药除不完 毕竟新北市违建 多达18万户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声令下 三个月内226户 自行拆除 新北市回应 朱市长默默作 平均一天拆41户 三个月是2706户 新北都在 夯这个拆围建的议题 那你们的那个拆除时间 也因此压力比较大吗 有 长官也会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 别人一些更好的做法 然后做得更好 这样子 拆除名单一长串 每天照表操课 拆围建 双北PK赛 出现五天 最速建 是否合理 考验租客的 应变能力 三地新闻 何元 范新宇 新北市 什么的 好 这些都是柯P效应 不过呢 柯P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他的柯语录 好像是词记 那么大的问题 他其实只讲了 一个奇怪 哇 就把这个词记 几乎要撼倒了 而另外呢 我们来看 比如说他常讲 隔壁靠宣传 这个长官要三身五令 你们只能骗我一次 一旦被我发现 你就完了 很奇怪 听起来怪怪的等等 那后来有人就说 这个人似乎常常就是会讲 自己是这个正啊 自己是主上等等 他昨天不是才批评说 你不要再在这边讲说 恭请台北市长大人来致辞 他说恭请这个太封建了 还说国民党人老爱称什么功 什么功 像吴伯雄叫伯公等等 那都是太封建的语言了 他不要 可是有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老是讲自己主上啊 或说自己是正呢 或者呢 他就说 他每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呢 他就禁止大家 单独上奏 这个上奏不就是 又讲的自己 好像是皇上一样吗 那到底他自己 又与又是怎么回事呢 带你来看 仔细研究电池原理 北市府跟企业结盟 产观合作 要制造双赢 市长柯文哲来验收 简报 广告 准备齐全 平平柯文哲一开口 准美好话 直白反应现场一片尴尬笑声 柯文哲不说场面话 更不爱听恭维话 只是自己私下却常这样说 准单独上奏 因为每个都来跟我讲话 要求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半 一定要开庭议就是这样 那个要庭议 庭议制度 有问题 全部早上七点半开始坐下来 有相关全部坐下来 讨论 在里面吵架 绝对不准单独上奏 所以这个代夫无私家 你不可以因为谁跟柯的关系 比较好 会影响 核心幕僚开会称作军机处 看公文便批奏折 满口禁是中国古代皇帝专用语 柯文哲甚至还自称是正 他一定会写上语 正是暴君不是昏君 诚意其君死罪 用威权领导塑造铁血形象 要防市府员工攀亲戴故 宁可火爆沟通 也不准暗地 瞧事情 一定进入那个集团领导了 绝对没有安排的 全部都明着来 明着来 大家都开始受不了 怎么一个都想搞安排 君臣乡称的风格 IP封建 柯文哲听而不闻 道是幕僚帮忙缓家 谢谢 因为柯市长 他的个性上来说 比较风趣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用 比较幽默的话语 才嘲讽国民党官僚八股 柯文哲自成一格的科士语言 立刻被降了一军 三天新闻 理由副礼品 SNG小组 台北报道 赶快来看一个现场消息 这2016总统候选人 这国民党到底有没有人呢 好 这个今天晚上 国民党立院党团 有一个聚餐 就是邀请立法院长王金平 就是帮他助寿了 然后副院党都早期了 包括马总统 吴定律副总统 党主席朱立伦 通通到了 说要展现国民党的团结 那现场气氛如何呢 来我们请记者李品仪 来我们报道 第一 好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黑头车进进出出的 那么今天呢 真的是算蛮难得的 这不过行政院长也来咯 好 那么这是一个立法院呢 他们党团自己所发起的 这样的一个餐位 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再分彼此 要赶快团结啦 那么毕竟呢 人家民进党都已经有 总统候选人是蔡英文的 公民动告经脉 什么都瞧不动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马总统到了耶 那么现场还有王金平 还有朱立伦 好 朱王之间到底谁出现 还不知道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现场呢 也是备受瞩目 好 你可以看到 总统跟王金平 还是这样握手了 但是呢 到底能不能真的团结 持续 再为大家报道 而如果一份工作 要求大专以上 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要精通各种设计软体 文书设计 影像编辑 还要精通外语 然后周一到周五上班之外 周六下午还要值班 你觉得薪水是多少呢 有人开两万 你觉得呢 从喷头慢慢喷出材料 一层层堆叠上去 3D立体形状 慢慢成型 这个东西已经印好了 那 因为只是刚冷却没多久 所以你还可以感觉到 一些温度在这个上面 操作3D 列印机器 不是按个按钮就好 电脑设定 软体输出 没这么容易 现在这间公司 征求专案助理 来看看条件 不仅要求学历大专以上 要会的设计软体 就列出一大串 文字处理 影像编辑软体 都得熟悉 更要精通外语 上班时间除了平常日 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周六还要再上下午班 令人惊讶的是 工作待遇只有2万元 连22K都没有 其实真才的台创中心 隶属于经济部 和国外合作办过不少展 最知名的就是 2011年世界设计大展 一个月突破136万人次观看 不过若从人力银行行情评估 这样的职缺薪水少说 从3万起跳 因为它是一个助理的性质 所以我们会有政治的人员 来去从事所谓操作 或者是教导的工作 换算成实心的来看的话 这个人的一个小时的 是160几块 那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算是以一个助理的性质来讲 还算合理啦 公司跳出来澄清说 当初只是征求助理 条件没注意 设得太严苛 会再修正 不过2万元薪资 基本上不变 有网友讽刺 20K已经不错了 但也让人怀疑 只有2万 这人才到哪去找 三连新闻 文昌库长台北 消防报道 而且还被民众拿箱 烫伤他的后颈部 庙会活动进行到一半 地上摆放好几串鞭炮 汗满满的烟火 信众正准备燃放 消防员来取的确 敢被抢 面对消防员的取缔搜证 信众火气好大 动手剥掉录影机 因为消防队接获检举 前阵瑞泰街庙会燃放 大量烟火影响住家安全 消防员却遭信众 团团围住抢瞎 庙会被中断 民众情绪激动 有老翁对着消防员大骂 还有人拿手机反搜证 这时候冷部房 竟然有信众拿箱 烫伤消防员的后几步 造成恶毒灼伤 我的背后就突然被很大的一撮箱 这样子硬打 受成一九公分的伤口 受伤的后颈部已经紧急做好包扎 不过让消防员灰心的是 当时面对群众叫嚣 等不到支援 只好护军奋战 才会导致被攻击受伤 无论是任何会违害到我们民众 社会大众的安全 如果有立即会发生的事情 我就会比较强硬 在场的信众认为 消防员取缔态度太过强硬 才会引发不满 博士后庙方也打算来致歉 化解误会 只是执行勤务 受伤的消防员认为 问心无愧 不排除提出妨碍公务和伤害告诉 三连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桃园龙德宫四妈祖 绕境静香 近年首度驻驾在鹿港天后宫 受到信众热情欢迎 信众燃放大量鞭炮 攻迎桃园龙德宫四妈祖 正儿育龙的鞭炮声 和燃放后的浓烟 几乎遮住了绕境队伍 桃园龙德宫四妈祖 进行八天七夜绕境 队伍来到鹿港天后宫 信众热情欢迎 队伍中扶神教的女生 各个美丽非常显眼 县长魏敏谷也亲自来接驾 因为正是龙德宫 首次进驻了天后宫 天后宫准备了七彩的烟火 盛大欢迎 这场四妈祖的年度盛会 有数千名信众参加 徒步要走完448公里 跨越六大线 最后抵达云林麦寮 拱范宫 信众前程祭拜 沿途跟随 场面相当热闹 在中央打房的政策之下 豪宅市场低迷 但是台南却有建商 立项操作 在329党籍当中 推出上亿远的豪宅建案 现场还请来了阿基师 好久不见了阿基师 这一次汉三立热门节目 行男大主厨中的詹姆士 吴炳城 以及夏宇桥 南下文化古都台南 参加了一场豪宅建案的活动 各个行男主厨 拿出了看家本领 料理有状元鱼之称的石墓鱼 让现场阵阵飘香 精湛厨艺满足了民众的感官享受 就像豪宅建案一样 赏心悦目 每一栋都是钢石手工气枣 考究巴洛克建筑 走进独门大户 精雕细琢 12户总共盖了三年 只是公开阶段还没有 还不知道反应怎么样 建筑公司秉持对社会的回馈 也特别捐赠了10万元 给家福中心 帮助贫苦的学童 更希望抛砖领域 号召更多的企业 一起共襄胜举 豪宅建案 每轮每换 业者更致力于行善 进而从中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三连新闻李世宏 台南报道 而全台湾第一条环状轻轨 高雄市轻轨已经在动态测试了 最快8月底 前十站就可以通车 来看这沿线到底有什么 好吃好玩的 白底绿色条纹车厢 高雄市轻轨 城镇市区爬爬灶动力测试 全台第一条轻轨 预计8月底前 前十站就能通车 观光客轻松 由港都 轻轨沿着凯旋四路 穿过绿地市区马路 沿途经过金钻凯旋 两大观光夜市 还有海鲜文明的前镇夜市 接着来到高雄展览馆站 展览馆站除了可以看展 还可以搭游艇 游高雄 搭船出海 高雄海湾美景 尽收盐底 接着来到光荣码头站 品尝小吃豆腐卷 金黄色外皮 豆腐卷纯手工 你看看 这内线层次分明 没有经过过多人工添加 一口有下 鲜甜汤汁 超享受 取代那个糖 就用大量的蔬菜 玉米洋葱在里面 轻轨梦时代站这边 就有大型的购物中心 可以让你shopping间 吃美食 20公分长 腌制猪肉片 烤肉架上 火里进火里出 烤得滋滋作响 铺上大碗白饭 日式烧猪洞 光看就流口水 轻轨的开通 会带来更大量的来客 万事俱备 只迁东风 就等轻轨8月上路 商机人潮跟着来 为港独高雄 写下观光 新的一页 3D新闻 王熊 黄志冬高雄采访不到 而英国伦敦大学 出了一位堪称 地表最帅的数学老师 不但拥有机械工程 博士学位 而且还是来自 意大利的超级男模 更曾经拿下 欧洲健美冠军 这样的帅气上课 女学生可是心花朵朵开呢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亚玲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